离开咸阳市,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,来到陕西省同川市的宜军县。 宜军县位于陕西省同川市北部,关中平原与陕北黄土高原的结合地带。 它因宜军水和适宜君王避暑而得名。 宜军在战国时期地处秦国与魏国互相争夺的战略要地。 在宜军县境内,至今依然保留有战国的魏长城遗址。 爱美丽中国,看远方的家。 我们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,这一站来到了陕西省宜军县的境内,继续战国魏长城的拍摄。 在我身旁的就是战国魏长城的一座风火台,被命名为一号蹲台。 这座蹲台历经了两千多年的风雨,依然在这里,微然耸立。 我们此次的行程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宜军县博物馆的张老师,带我们走近和了解战国魏长城。 张老师您好,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一段长城, 是不是战国魏长城进入宜军县之后的第一段? 是的,战国魏长城从陕北,从黄远延伸到宜军, 这就是进入宜军经历的一号风火台。 宜军县现存战国魏长城遗址总长九千五百九十四点五米, 遗址有六段城墙,九处风火台和一处城园组成。 与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长城遗址不同, 为了防止长城遗址遭受破坏, 宜军县当地政府在所有风火台的周围都修建了防护围栏。 咱们这个魏长城主要抵御的是秦国, 起源于甘肃陆南地区的秦国, 它往东阔的第一个国家, 就是当时比较强大的魏国。 所以说呢,魏国为了抵御它的东阔和侵略, 在此修建了魏长城。 在战国时期的历史中, 魏国是最先强盛而称雄的国家。 公元前418年, 魏国大将吴启攻入秦国, 占领黄河以西包括宜军县在内的大片土地。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, 秦国一直试图收复河西之地。 从公元前361年开始, 为了防止逐渐崛起的秦国东阔, 魏国便在两国交界的地方, 修筑长城, 已故河西之地。 离开了一号敦台, 我们跟随着张老师沿着战国魏长城继续向西南, 现在来到了一段保存较为完整的墙体的边场。 其实经过了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, 我们可以看到墙体它依旧是细室油存, 它的高度现在大概是有? 现在高度大概有三米。 三米, 那它曾经的高度呢? 曾经高度就是五米多。 五米多, 而且我们在这个墙, 这是一个抛面了。 对, 这是一个抛面。 我们在这个抛面上面能够明显的看清它的一个夯层。 这个就是夯层, 它基本上厚度就在8至12厘米。 8至12厘米。 你看从上到下, 夯层的厚度都是一样的。 它为什么没有这些厚薄的区别呢? 它这个夯层8到12厘米, 它是最结实的。 因为当时人们就用这么粗的木柜, 然后就是用人工往下夯。 它在这个8至12厘米的时候, 它这个厚度的结实, 比较结实。 如果再厚的话, 它就夯不辞实, 它对这高度就有影响。 考古人员通过对城墙横结面的分析得出结果, 战谷未长城高为5到6米, 宽达10米以上。 为什么要修住这么宽, 这么高的这个墙体呢? 它这个墙体, 你看东边是平原, 西边是个山, 是河。 因为大秦帝国东扩的时候, 它基本上是以战车骑兵为主。 你把这个墙体修得高或大以后, 它这个骑兵就穿越不了, 翻不过去, 然后上面再采取这个游动, 这个兵力来镇守, 它就起到这个作用。 宜军战国魏长城修筑在沟河险郡的山梁、沟边, 形成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屏障, 但这道坚固的长城, 没有能够阻挡秦国的崛起和东阔。 公元前330年, 经过商鞅变法, 而强大的秦国打败魏国, 最终收复了河西之地, 战国魏长城也从此失去了应有的作用。 战国魏长城虽然在秦统一全国之前, 就失去了军事防御的作用, 但到了明朝时, 宜军境内战国魏长城的部分烽火台, 再次得到了利用。 张老师带领着我们现在来到了, 另外一个非常具有特点的墩台。 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墩台, 看上去无论是从它的规模, 还是现在保存的现状来比, 都比我们之前看到的一号墩台要更完整一些。 是的, 咱们这个六号墩台, 它这个墩台, 咱们看上它很规整, 它的选时也不大。 它是在战国时期魏国这个墩台的基础上, 在明代复修起来的, 所以它只有五六百年的历史。 这是它这个烽火台,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说, 中原到边塞有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, 它这个墩台就修在这个腰道的旁边, 它起到一个军事, 既有军事功能, 还有通信功能一个作用的一个墩台。 它仍然发挥它这个烽火台的作用, 它与长城基本上就没有很大的关系了。 在六号墩台所处的战国魏长城的脚下, 是现在的210国道。 这条国道曾经是中原通往塞外的重要通道。 在明朝时, 六号墩台不仅得到了维修, 习周围还修建了一个冰堡, 目的就是守护山下的交通要道。 当南北发现敌情以后, 这上面首先发现, 因为它特别高, 发现以后马上派这个兵力。 派这个兵力最早在我们前几年以后, 听当地老百姓讲, 这底下有一个地下通道, 然后发现敌情以后, 马上派兵从这个地下通道尽速前往出事地点, 进行现场处置。 那这个地下通道是通道是可以通往什么地? 这个地下通道就通到咱们现在实施的210国道, 它下去以后马上前往出事地点, 进行处置突发事件。 也就是说在明代的时候,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兵谷, 可以说就是现在在道路或者是国道中的一个哨卡的一个作用。 与巷岛一起爬到丰虎台顶上, 周围的环境一览无余。 咱们看就是我手指的方向, 就是玉华河, 再往南边, 南边就能看见从中原地区到北边边关的一条重要通道, 看得很清楚。 再往北边就是平原, 也是进入眼底, 就是说这个独特的高度和地理位置, 显得这处特别重要。 也就是这个烽火台修建这的重要依据。 这其实也是之后的历朝历代, 继续利用这个烽火台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对, 而且我还发现一点, 你看在我们这个脚下, 这就是国道, 211国道, 210国道, 210国道其实就是沿着长城的走线在走。 对, 是的, 曾经强大的魏国, 虽然最终被秦国所灭, 但在战国200余年的时间里, 魏国人才被出, 如西门报, 庞娟和张仪等, 甚至在一些史料的记载中, 战国时期最神秘的思想家鬼谷子也是魏国人。